保護生命、關懷傷困、維護尊嚴 是人道精神的核心元素 香港人道年長就是要表揚一些 在社會上默默付出體現人道精神的有心人 能夠幫助病人為他們修復他們的面容 讓他們重拾自信、重拾做人的尊嚴 如果每次想見到我們的商員透過我們的服務 真是可以過回正常生活 也很開心 就是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支持我揭而不捨的續續人道工作 在護士學校受訓的時候 修律是我們的老師 他教我們做護士其實不是去追求個人的回報 而是學習如何幫助人和服務其他人 每次我們幫助一個社會企業 就可以認識他們的世界 也好像認識一個新老師 他將一些新的知識交給我 而這就是我最大的回報 我很喜歡幫助別人 因為幫助人可以帶給我快樂和滿足感 這種快樂的感覺 是讓我接受別人幫助更加強烈 我覺得設計沒有分有錢和沒有錢 有能力和沒有能力 只要你住在這裡 你就有資格去設計你自己的社區 我們不會叫做孤兒怨 因為我們會希望為小朋友建立一個家庭 好像一個正常的小朋友一樣 健康成長 就好像有一隻女兒一樣 人道精神就是獻出愛心 為其他人帶來希望 人道精神就是令若細社群 發現和欣賞自己的才能 從而活出有意義和尊嚴的人心 當見到別人有困難 盡自己的能力幫助別人 人道精神對我來說就是這麼簡單 任何人一句關懷問候 一個小小幫忙 都可以為有需要的人帶來安慰 體現人道人人造的精神 暗處有光 全難有你 成績提名參加2018香港人道年獎